瑞瑟文旦佑产区交易阵望 瑞瑟香农会配合农粮署冬区分署 推动文旦佑收购加工作业 稳定市场价格以及品质 预计收购400吨的文旦格外品 农会透过各产销班进场加工 提供国内包括德大花莲文旦复兴大厂 研发制作文旦加工品 瑞瑟香文旦佑产季才刚开始产区交易证活热之际 农会配合农粮署冬区分署也同步展开文旦大果 收购加工作业稳定市场的价格与品质 然而预计收购400吨的文旦又格外品庞大的数量 农会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下 为了使收购作业更加顺畅 农会透过产销班的协助排定进场时程 同时顾请20多位在地人力进行削皮萃取 并且分三地来进行收购加工 有产销班班员的这个部分 那可以直接跟我们的班长来做登记 那如果您不是产销班员的话 也可以直接到我们推广股来做一个洽询 那我们这次为了要提高整个效果加工的一个效率 所以我们这次总共有分三个地点来做加工 那我们也希望说农友可以配合我们的集货的时间跟地点 那以利我们农会来做这个加工处理 400吨的文旦格外品果肉以及柚皮加工萃取精油原料将合处去 中办事黄胜黄鼓表示也将和国内食品以及清洁用品等研发大厂 合作开发文旦加工商品 那我们今年的文旦加工除了萃取文旦精油来做这个清洁用品之外 我们也特地与花莲的文旦复兴来做合作 那也就是在果肉的利用上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更大的一个效益 今年瑞士香的文旦又整体的价格与品质都相当稳定 因此市场交易活络 文旦格外品的收购数量是否会有所增减 农会表示也将市产销情况做滚动式调整 记者时遇蓝瑞士采访报道